好,那先感謝工作團隊志工 還有來參加的各位對資料科學有興趣的夥伴 我是陳寗,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今天分享的主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會跟大家分享 會簡單會先講一下說為什麼會有這個場景出現 以及想要用數據技術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它不是一帆風順的 它其實會有做的過程中會有遇到一些失敗 然後再根據這些失敗去做逐步的優化 那就是所以說會有就是初版的 然後第二版第三版 那以及說那我們最後做出來的模型 那長什麼樣子 以及最後面的一些總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這個場景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這個是我在那個華Facebook 就是一個靠北人知公社 對,就是雖然是社群上面的社團 那可是其實在各公司其實都還是有類似的問題 那這問題是什麼呢? 這問題就是說就是公司會有HR部門 HR部門會幫用人單位去做人才的招募跟衛留 那不管是招募還衛留 其實對於我們工作的人 其實蠻在意的就是說 到底我們的工作的薪資 那當然就是當然除了薪資之外 還有一些使命感啊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能夠從工作中拿到成就感 可是薪資還是很重要的一環這樣子 那假設是我們就先專心討論薪資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些公司 就像上面這些貼文講的 那像左邊那個貼文他就是講說 員工就是抱怨說行資太低 那老闆說好那我們來調 那假設要調的話 那下一個就是說 下一個問題就是說那怎麼調 或者是像右邊那個就是說 公司給不同職務的薪水已經十年沒動了 那今天要調整這個評估標準的話 那怎麼給這樣子 那下面就會有一些夥伴 就是熱心的網友就會給建議說 這種東西應該是要去找一些外部的調查機構 做一些去做一些資訊收集 然後做一些調查 那或者是說要建議買薪酬報告 那我們先不考慮這兩條路 那假設我們今天就是公司內部的一個資料科學家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幫HR解決這個問題呢 那答案當然是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那這個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就是要啟動這個專案的話 其實最前面就是要評估一下資料源 那資料源就是最常用的 就是台灣最大的人力銀行網站 就是104人力銀行 那就是這個是我就是 就是這個題目其實我兩年前還是三年前就想要做 可是當時用104人力銀行的資料的時候做 其實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104人力銀行上面的職缺的待遇 其實大部分都是寫 就是4萬以下政府要求你要寫明確的薪資 比如說三萬三萬八三萬九這樣子 四萬以上的話就是可以寫免疫 所以說104人力銀行它的這個資料源的問題 在於說上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職缺 它的待遇都是寫免疫 那如果要用這個資料來去做分析的話 其實能做的很有限 就只能看到像右邊下面的這個圖 那這個圖是我用那個就是你的產業 然後你會什麼程式語言 然後去算說每一個格子裡面 它薪資大於10萬塊的這個比例 得了力圖 其實能挖掘到的資訊蠻有限的 所以雖然還是可以看到說 特定的產業的薪資比較高 然後特定的程式語言它比較通用 就是在各個產業都可以通用 然後那程式語言之間可以做一些比較 可是就這樣子 那我們回到一開始這個問題是說 不同的職務 那應該就是不同職務 或者不同的條件 不同條件 那要怎麼樣去給這個薪水 其實比較理想的狀況是 我們想要做一個就是一個模型 能夠告訴我們說 到底是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薪資 那薪資那影響程度有多少 所以說再往下看 我就在搜尋說有沒有 比較合適的資料源呢 那其實就有 就是今天的一個主題 就是Pack Resum 那Pack Resum上面 它我自己這樣看起來 是它有些好處 它的職缺數量其實也不少 就是應該在第二名 應該在第三名就是104.111 然後再接下來職缺數量應該就是Pack Resum 那職缺數量多是它的一個優點 這個優點是上面其實有不同的產業 然後不同的職階 也就是說如果有特定的 人力相的資料 然後百分之 假設全部都是比較 比如說特定的產業 比如說服務業 或者是 或者是特定的 勞動的工作的話 其實就比較難做這種分析 那Pack Resum上面就是 各個產業都有 然後不同的職階也都有這樣子 那就是蠻不錯的資料源 那 以及說這資料源 也會需要有一些職缺描述 然後我們才能用這個資訊來建 建這個模型 那以及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們的目標變數 就是上面要盡量能夠有 就是具體的行資範圍 像這個的話就是 4萬8到5萬2一個月這樣子 那有這個資訊 我們才能夠建 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再回來說 我們其實關心的問題 就是說 不同的職務 就是公司裡面這麼多的部門 比如說業務部門 然後有後勤 後勤又有分成風險管理 然後或者是 投資部門 還是財富管理的理財 投資的等等的 那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部門 有不同的職缺的需求 那它有會需要不同的技能 那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薪資 然後以及影響的程度有多少 那你這樣聽一聽下來 其實就是雖然有很多的模型 就是最簡單的是回歸模型 然後有一些比較進階的 比如說數模型 或者是神經網絡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做回歸模型 就是做regression的任務 那考量這個解釋性的話 其實我在想的時候 在想的時候就覺得說 應該是從 比如說我們可以先測試一下 線性回歸 其實雖然它很簡單 可是它 就是 它雖然很簡單 可是它在解釋上面非常好用 就是說 每一個因素 然後它的影響程度是多少 就是比方說我會sequel 那應該要加5000塊 然後我會python 應該要加1萬塊 然後或者是什麼的 就是各個因素 其實就相當於這個 線性回歸的公式 就是每一個X就是你的這個特徵 然後你特徵前面應該要有一個係數 跟我們講說 會什麼東西要加分 會什麼東西反而應該扣分 其實都在後面其實都可以看到 所以說為什麼會選線性回歸呢 其實就是一個是簡單嘛 就是非常非常容易見 然後而且很好解釋 那第三個原因是 也是為什麼想要做這個 一個蠻主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公司裡面會有一些 剛學習模型的夥伴 他可能就是會快速套模型 可是他不知道怎麼優化 所以說我就會把他們的雙手綁住 說你只能用性性回歸模型 然後看你能夠把這個任務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就是說就是把他們雙手綁住 然後說大家來比賽一下 看誰表現得比較好這樣子 那從結果來看 我覺得用性性回歸也能夠做出很不錯的效果 那我們就再往下看 那幾個分享的目標 第一個就是說誒 特斯 gesund功縣就是感覺很玄妙 他說特斯功縣到底在做什麼 那應該怎麼做 那第二個是說 公司揮動專案的時候 其實都會遇到說會有效率 就是說專案時間很緊 很緊的話可能沒太多時間清理資料 那沒太多時間清理到 建出來的模型自己也不放心 效果也不好 Fifт變成一個循環 所以說就會有一個問題說 那怎麼樣去做權衡 再來就是第三個就是效度跟解釋性 通常會希望說模型效度不是越高越好嗎 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反而不會去追求這麼精準的模型 這是幾個分享的目標 那我們來看一下Catrisomy的資料長什麼樣子呢 我已經寫了一個爬蟲程式 就放在我的GeeHub上面 那大家可以如果需要就是如果想要玩這個議題 玩這個資料的話可以直接空下來使用 或者直接跟我拿資料 那反正這樣子爬下來的話 資料就會像長這個樣子就是說 上面會有它的職缺的名稱 然後它是什麼公司 然後它的職缺描述 以及職缺它都會有一些就是企業組 就是HRK在幫職缺繼續加一些tag 比如說這個要Python的tag 要Word的tag 要PowerPoint的tag這樣子 以及它的產業的大分類小分類 那以及說這個職缺它需要的年資是多少 譬如說有的是不限年資 有的要一年兩年三年十年這樣子 那也就是我們的目標變數在K欄 就是說它的薪資範圍 譬如說它在哪裡工作 需不需要負擔管理責任 它是全職兼職的工作 以及它的職缺是出階中高階經理 或者是經營程等等的資訊 那我們其實職缺上面這樣子看 其實就會知道說應該會滿 就是應該是能夠對這個薪資做出一些預測的 好那我們就再往下看 那這個資料其實有做一些比較 需要做一些比較簡單的清理工作 那我做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主要是對全職的職缺去做預測 所以我就會把兼職實習類的職缺排掉 然後如果是日薪實習論件計程的這種 不是典型就業的職缺把它排掉 那以及說不是台幣計價的 就是比方說在美國或在泰國或在日本地方工作的 也先暫時把它排掉這樣子 那經過上面這些資料處理的話 大概還剩一萬一千筆職缺 那後面我就是在做 用它的植物類別 就是用糞塵隨機抽樣 然後切80-20%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那後面再往下做會長什麼樣子 還有一個就是在處理目標變說 在處理目標變數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煩 也不是一點點煩 就是要做一些整理 因為我們的職缺通常都是 它是寫這樣子 是Stream 然後就是說多少錢到多少錢之間 那我在這邊是 就是比較暴力的把它直接取中間值 這樣子 就是最高加最低除以2 那這樣子做其實是有些暴力的 就是說為什麼是因為 因為不同產業它的整年的心智結構不太一樣 比方說像金融業可能就是年中的 月分數比較多 那科技業可能就是 當然科技業有很多的 然後也有一些產業是說 一年就是14個月或者是3個月 其實都有 那不過因為這次的分享的主題就是 我主要是讓我們家的小朋友想要練習什麼建模型 結果就是先跳過這個問題 那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比方說有些職缺它的單位 有些是千有些是萬 然後有些把年薪寫到月薪 就是像說一年一百萬 它就寫成一個月一百萬 這有可能是不小心寫錯 然後也有可能是故意的 就是讓求職者去排序職缺的時候 故意這樣子排下來會比較前面 對 先假設它是不小心的 對 然後 或者是有些把年薪寫成月薪 然後或者是有些職缺這些幾萬以上 反正就是看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就把它處理一下 就是寫一個政策表達式把它處理一下 好 那整理完的話 後面就會得到一個mean salary 就是植物的 性質的中間值這樣子 好 那有這個我們就可以嘗試建模型 就是整理完之後 那我就做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探索性分析 那這個其實就已經可以看出一些資訊了 那像這個是第一張圖的話 就是它的工作年資跟它的薪水這樣分點 有一點點往上這樣子 那以及說它的地區就是上面中間這個圖 那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就是六個都市加新竹的話 就是排序下來其實可以看到 新竹好像比較高 然後再來是台北 再來是就是這樣子的排序 以及產業就是右邊這樣跨上下兩個的 其實可以看到不同產業有的就是 有的急劇讓人開 有的比較偏右邊 有的比較偏左邊這樣子 那一直以說說管理人數好了 就是管理人數越多 然後它的薪水可能比較高一些 然後直接越高的話 薪水比較高一些這樣子 那一開始這樣看起來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那我們就可以預期說建模型好像應該也能夠有不錯的效果吧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那我就實際把這個模型就開始建模型 建模型的方選也很簡單 就是把那個mean theory當成目標變數 然後去放那個profession 然後就是它的產業 然後它的工作年資 然後地區 然後等等質詢量 然後建一建之後 那模型在訓練期的效度是0.09這樣子 就是 然後 mae是2萬8 那testing的話是負的 就是比0ID是負的 然後mae是2萬7 這是一個很廢很爛的模型 就是如果全部都沒有處理的話 那這mae2萬8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就 其實就有講跟沒講一樣 就很像是說 說 我的薪水是5萬加5萬減5萬這樣子 就是0到4萬 其實 其實有講跟沒講一樣 對 就是mae這麼大的話 就是這種概念 那 那 因為模型很爛嘛 那我們就先不著急去看說 欸 模型它對 我們最一開始提到那個回歸系數 它到底講了什麼 我們先跳過它 那我們就是先來想一下說 那模型這麼爛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優化 就是它到底在哪裡犯錯 那問題在哪裡呢 好 那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說 說 欸 這麼爛的模型 它到底在哪裡犯錯 好 那 那我就可以 我就把那個 我們建完模型 然後套在資料級 就可以拿到一個 預測的結果嘛 那我們就可以去 去把那個 預測的薪資 跟實際薪資 畫這個 就是 散點讀 對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結果 就是 左邊那個就是 X軸就是實際的薪資 然後Y軸是預測的薪資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因為我們是用 用R2來評估效度的話 那 R2怎麼評估 它其實就算 預測跟實際的 中間的落差叫殘差嘛 那如果是殘差很大 然後又因為是 Square就是平方的話 就會變得 就是被扣很多分 那舉個例子 就是像 就是 左邊的這一個 就是 這個點的話 像它就是說 薪資就是 1後面加7個0 大概是1000萬 實際的薪資是1000萬 然後 模型預測是多少 就是 只有大概 七百 應該75萬而已 這樣 就是0.75加6個0 好 那 對 所以說 模型效度 看到它很差 其實物理意義上面 來看 其實就是 因為有一些離群值 那 因為離群值的偏差 導致它效度很差 可是 可是我們如果要做 模型的優化 那就是說 那為什麼會 模型會犯這個錯 那麼奇怪的錯呢 就是說 我們後面就可以 做什麼事情 我們後面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們把這個 預測出來的 就是 就是我們有一個殘差嘛 就是實際的薪資 減量預測的薪資 然後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殘差 來去做排序 那 分別就從大排到小 看一下模型 在這種 犯很大錯誤的 樣本 長什麼樣子 以及 就是模型 就是反過來 就是模型高估很多的樣本 看一下 模型低估很多的樣本 把資料交出來看一下 那 看模型在哪裡犯錯 好 那我們就把 我就把這個資料 就是殘差 由小排到大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像它的這一個就是 它第一個就是誤差最大的 剛剛取的這個例子 就是 它實際行資 一個月一千萬 然後 實際模型預測 其實十萬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犯錯呢 其實 其實就看到第一個 其他其實是因為 是有一間 某間公司 它PO的一個測試值學 就是說請勿投遞 然後它的薪資是二十萬到兩千萬一個月 對 那 因為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是上屆加下屆 加起來是平均 所以它就 一個月平均一千萬 好 那另外的就是 我們再往下看 就是 會看到說一個月 三百五十萬到五百萬 或者一個月 一百五十萬到兩百五十萬 對 那這種其實就 我們就可以猜測 就是 它可能 可能是 不小心把年新標成月星 當然也有可能是 實際的新資 可是 可是我先猜它是 是把年新寫成月星 好 好 那我們這樣子看到說 那模型這樣犯錯 那好像就是 其實應該是 我們可以做一些處理的 比方說測試性質的職權 我們就把它排除 那以及說 不小心把年新寫成月星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下 離群值的偵測 然後把它排掉之後 再來 重新建模型 就是我們 把殘差由小排到大的時候 就看到了兩件事情 那我們再反過來 把模型殘差由大排到小的資料 叫出來看一下 就是模型在哪些地方犯錯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所以我那時候在看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說 這些資料有一些特徵 共同的特徵就是 它直接的等級 都是寫經營層 那對於這個經營層的概念 其實 其實就很多種說明的 解釋的空間 比方說我們在 在房仲 就是加盟的房仲 然後一開一個店 關五個人 其實也是一種經營層 然後或者是在小吃店 管理一個小吃店 其實也是經營層 就是從上面這些 這些職缺的 像什麼後裔加盟店 其實都是像這種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 跟我們一般的想像中 就是說 比方說大公司裡面的經營層 其實是不同的副總經理 或者是 或者是 比方說 部門的協理這樣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概念 所以說 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就想說 模型好像是 統一把經營層的職缺 都往上拆它的形式 所以說 在這邊就會比較容易犯錯 那怎麼樣去做優化 根據前面的這個猜測 其實我們就可以預期說 那我們也許可以把職缺 跟產業去做交互相 然後讓模型知道說 比如說在服務業的經營層 跟在科技業或者在金融業的 經營層的概念是不一樣的這樣 好 所以說我們就做一些猜測 就是說 那我們試一下用這幾種方 前面的幾個發現 來去做模型的優化 好 那我們就根據前面的這些 這些猜測去做 去做模型的測試這樣子 那 那前面有提到說 要排離群值嗎 離群值 其實我一開始是很糾結說 到底要不要排 那其實有一些考量 就是說 把它排掉模型效果比較好 可是 缺點是 是 你未來在營運的時候 還是會有這些離群值 資料出現 那樣子 那可是你不排 然後也會有問題 就是模型就 就直接歪掉了 對 那結論其實還是要排啦 那只是說我們到時候在 後面在用的時候 我們就再把它 標註一下 就是可能跟使用的單位講一下 說 對於這種 比方說特別高階的 職缺可能就另外再談 然後不要用這個模型 好 那離群值要排的話 其實就很多種方式嘛 就是 看你是要 比方說把 結尾 就是說 比方說把 99% 或者是1%以下的把它排掉 然後或者是我們把它做 做Log處理 或者是用1.5倍IQR 然後或者是9倍MAE 或者是3倍標準 它其實很多種方式 可以去偵測離群值 那我後來怎麼用 其實我主要是用1.5倍IQR 然後 然後那下屆的話 我是 Domain的話 就是把它換成是 政府規定的那個 最低月行 對 就是我這樣子 就是用這個標準說 把資料限縮在這裡面 然後這樣子處理之後 就是訓練集還剩7700筆資料 然後測試集有1900筆資料 好 那我們就是做了這個測試嘛 我們來看一下說 恒星建模型效果怎麼樣呢 那 看起來好像就好很多 就是正常很多 就是訓練集這樣子 排掉之後恒星建模型 一樣的建模公式 然後 R square就到0.47 然後MAE到 1萬09 原本是快3萬 然後變1萬 其實好很多 然後測試集的話 其實是0.466 這樣 看起來就 好蠻多的 那我們在 因為我們前面 有做三個猜測嘛 第一個猜測 看起來蠻有效的 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 剛剛是講說特徵交互 特徵交互就是說 像金銀層 它在不同產業 應該有不一樣的特徵 那怎麼樣做呢 就是把它做交互 就是說 像右邊的這個標格 就同樣都是全職的工作 然後在北部 在中部 在南部 在中部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變成是 北部的全職 中部的全職 南部的全職 然後來做這樣 來去建模型 那用這個方式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也不同的 就是全職在不同的 地區的影響力 那我們的案例是什麼 就是產業跟 跟它的職務的階級這樣子 然後拿這個來去做交互 那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就這樣做測試 就是把它的產業 跟它的直接 或者是它管理人數 這樣做交互這樣子 那交互之後 其實看到的結果 是沒有明顯的幫助 而且還有多一些過擬核 那當然有很多種原因 就是因為 有可能是 它產業本身交互之後 然後太細緻 或者是 反正很多種原因 或者是 樣本數量不夠多等等的 那 或者是它可能 不足以支持我們 做這個 這個嘗試 所以說我們就看到 訓練級的好一些 可是測試級的效果 反而往下掉 那至少就看到說 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那我們就知道說 那這個猜測可能 沒有猜到 就是關鍵點這樣子 那我們就再往下看 我們再往下看第三個 第三個是 那後面我們就是 這樣子往下做之後 那我們再來往下看說 那 那模型 那我們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再往下看說 那模型到底為什麼犯錯 就是我們已經做一次優化 我們再來看說 欸第二版的模型 在哪裡又犯 還是犯錯 那我們一樣是 再把那個殘差算一下 然後把它 由大到小 跟由小到大 排序一下 來看一下資料 那我們往下看的結果 就會看到說 就是 模型高估的樣子 就是 模型預測很高 實際很低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哪裡地方奇怪 對啊 那我們就會看到說 前端 資深的前端工程師 然後 對 然後感覺職權描述 也不是這種 Junior的工作 那薪資是 四萬到六萬 平均起來五萬這樣子 然後 對 像下面有一些 資深產品經理 或者技術經理 感覺都是 比較高階的工作 那 對啊 那這樣子就兩個猜測 第一個 第一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 就是 這個 這個 植物 確實應該要給高檢的薪水 就是 公司開的太低了 就是我自己猜的第一個原因 然後導致模型這樣預測 那這樣子的話 HR就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們可以對 植物描述去多抽一些資訊來建模型 那也就是剛剛講的說 我應該要多加會Python 會R 會的什麼等等 會建模型技術的你們的資訊 那以及說 低估的樣本可以找出來 那 低估的樣本 我就會發現說 其實有蠻多職缺是 業務性的工作 就是說 他會把 把 後面的這個 比如說獎金 也把它加到那個 薪資的上界裡面 就是說 導致說我們用 上界加上界的平均起來 然後看起來很高 對 像這個案例就是 2.8萬到20萬 然後平均起來是1萬 可是模型 模型預測是10萬 其實這種時候 我覺得反而 模型的結果 是比較可靠 比較可信的 對 好 那後面的處理方式 看說 算效度的時候 把它排除 或者是 排掉之後 重新建模型 那後面我們就可以再做 第三次的嘗試 那我們剛剛說 要會Python會R 或者是 一些tag哪裡來呢 就是 職缺下面有一些tag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 比較頻繁使用的tag 抽出來 然後再放到 植物描述裡面去看說 有沒有要求這些技能 對啊 那總之 就抽出了一系列的tag 那這樣用之後 看起來效度 又有幫助 就是 測試值要到0.497 已經快非常接近0.5 那已經說我們再把一些業務性質的工作排掉的話 就是 就是如果排掉的話 就是效度可以到0.51 其實已經算很不錯的模型 對啊 所以說最後就是 模型到底說了些什麼 就是 測試選擇是 應該要做 可是我沒有做 可是就 在解釋上面的時候 可以再做做這個工作 那模型說什麼 就是 那個就 我覺得蠻有趣的 結果 那模型 拮据就是 50088 就是模型從 50088 開始拆 那你如果工作年資 是 每一年 每多一年就是 多加2966 所以大家也可以 如果有 覺得有趣的話 也可以拿計算機 算一下這樣 就是 你工作三年的話 就是三倍的2966 那以及說 你的專業領域 就是 對照組是人資 那你比方說 我們是做軟體開發的就是 加12419這樣子 然後 做 對 就是 就是 你就把你的產業帶進去 那以及 你的地區 就像你是在台北 台中高雄 桃園等等 然後有沒有 副管理責任 然後直接 然後以及我們的這個技能 那 Python應該在 這邊 這邊 Python你會如果 對 你如果會Python的話 我覺得其實還是不錯的 因為你會Python的話 就是 加399億塊4千塊 對 那有一些工作 它是強調說 要匯握的 或 Python的話 其實 幫助是比較 是 對 可能是會減少一些 就是 稻籌 對 好 那最後的總結 就是 就我自己覺得 做模型就是 上網查 特程工程比較多都是說 類別要轉彎 encoding 數值要標準化 對 可是我自己覺得 特程工程它不是這種 一次性的整理 多輪迭代的學習過程 看模型在那裡犯錯 我們去幫它學得更好 那 以及說 建模型怎麼建呢 它其實不是 就是說 一次清理資料 清到100%乾淨 然後才進到建模型 實際上就是先做一個 快速的基本版 然後再來 慢慢做優化這樣子 那 以及說 什麼時候不會想要 模型這麼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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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種場景 需要解釋的場景 我覺得 線性為規我覺得 還是很不錯 而且從結果來看 它還是做到一個 蠻不錯的預測效果 如果你前面 處理得好的話 好 那因為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就 分享到這邊 好 謝謝陳寗 好 大家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陳寗 這個薪資應該是大家都 非常關心的 有分嗎 有聲音嗎 有聲音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就是 在你所做的這個特徵工程裡面 就是你採用的這個 各產業的這個職缺 那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把 我們在評估效益最後的模型 再來區別哪些職缺它的效度 就是拆開來 like the subgroup 來看 對 這有沒有意義 這樣做有沒有意義 會不會看出來說 在這些職缺的資訊的公佈上 會不會因為產業的這種特性 他們在公佈職缺的時候 比較 要不是那麼精準的 反應出真正 他給的性質 這可不可能 從結論來講 我覺得是會有幫助 那在這邊在嘗試的時候 雖然是做到第三版 就是我做了第三版的模型 其實後面還是可以繼續做 第四版第五版的 這個優化的 就是看一下模型在哪裡犯錯 然後怎麼這樣去修正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優化方向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會不會模型 會不會在特定的產業特別準 特定產業特別不準 那如果發現這個的話 我們就一樣回去看那個資料 那模型在哪邊地方容易犯錯 我們怎麼樣幫助模型更好的學習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跟我拿這個資料 就是可以一起玩 我覺得是蠻好的練手 就是這個題目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應該說你當初為了這個解釋性的關係 所以你選了一個簡單的model 線性模型 那我感覺起來就是說 你在中間優化的過程中 其實也是受益於這個線性模型 所以你比較容易知道就是說 你從residual去看說 好像知道它的優化方向是什麼 那如果假設我這個 我現在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這個project 它剛開始最早的時候 它的目的不是想要有解釋性 而是就用了一些 比較複雜一點的 非線性模型的話 那中間優化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採取的策略會有哪些 就是如果你現在面對的是一個 非線性模型 比較複雜一點的模型 不一定是皮膚的你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相對一個 比較複雜的模型的時候 你的優化的策略會是什麼 OK 好 我覺得這是剛剛 我覺得這很好的問題 然後剛剛也沒有提到 那就是複雜模型 就是 就是 比方說 Tree 就是boosting 不管是boosting還是baking還是rn 對 可是複雜模型它在算的時候 其實到後面其實 不太容易解釋 雖然我們可以對這些複雜模型 另外再外掛一些 就是可解釋性的模組 可是 在解釋上面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 比方說 會拍神在特定的產業 加 加五千塊 另外一個產業扣五千塊 這應該是有用這種 解釋性AI的 遇到的問題 那 可是 可是話說回來 就是 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去做這個 看一下說模型在哪裡犯錯 不管是算殘差 應該還是可以看到說 看到 看到這個狀況 或者是我們把那個 特別離譜的樣本的那個 原因叫出來 我自己的經驗也是 就是 套在個別樣本 解釋性AI套在個別樣本去看的時候 還是可以看到說 模型它 為什麼會把這個樣本 拆很高 然後拆很低 那我們就去修一下那個特徵 或修一下資料 我自己之前也有些經驗是說 有些時候我會去注意這個feature的 information的含量 那什麼叫information的含量 具體來說 就是說 可能會去看一下它的 distribution的entropy 如果它entropy太高的話 就代表就是說 這個feature很亂 對於這個model來說 通常 我覺得 我的經驗是 如果塞了這個feature進去的話 其實通常對model的幫助不大 因為它能提供的information 其實沒有什麼information 它太亂 對 那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這樣的方法 在這種black box 對 比較複雜的嗎 我自己 剛剛想到就是 其實剛剛跳過 沒講的一頁 就是特徵選擇 就是 應該還是可以去看它的那些 特徵重要性 那應該根據經驗應該 比如說你篩了200個變數的模型 應該 我自己的經驗應該前10% 就解釋差不多 就是把模型變單純一點 然後用複雜模型應該還是可以 是其中一種 就是 去找優化方向的 這種方式 喔 專業 對 對 對 拉很大 對 對 對 沒有猜到 對 很多小時變成我的 對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開放最後的問題 對 整個軟體開發的那個APP大概多大 你有三個版本嗎 對不對 全部加起來的話 大概做coding做development 大概大概做iPhone 喔 好啊 我覺得 應該 這個整個流程它分別是前面的爬蟲 然後在後面的 處理資料 然後建模型 然後你找一些問題 那 如果是自己用的話 其實自己做的話 其實很快 就是爬蟲可能 半天 就是 就是 網站沒有很複雜 半天 然後後面的整理資料也都是蠻常見的狀況 如果自己做應該一個週末就可以做 就是 就是指到iPadmb 那如果上線的話 就是在外掛的那個排程 然後 可是 最花時間的 反而是在 設計這些 就是剛剛講到這些犯錯的問題 然後找 找 就是 去 怎麼樣去說明說 欸模型遇到什麼問題 反而是 花最多時間是在想說 欸怎麼樣跟 就是我們公司裡面的小朋友 想說 想說 欸 什麼樣的情況 然後讓他們比較容易理解 然後去做模型流化 所以說 我覺得如果是自己做 然後到 開發到上線 我覺得應該 在公司裡面 應該一個月內就可以完成 然後 然後 就是主要花時間的地方 還是在 教 這些心境的夥伴說 那模型是怎麼一回事 正常遇到問題之後 可以怎麼做油化 這個就很花時間 謝謝滕寧 那個 每個人能力不一樣 估時自己要估得準 好 謝謝滕寧 然後 我們slider上面有些問題 如果 有一個問題很有趣 就是 可不可以用這個來談心水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如果有機會 你可以幫我們試試看 然後再來給我們一些feedback OK OK